华盛顿邮报8日公布的民调显示 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国会对川普进行弹劾调查 近半有投票权的公民还主张 众议院通过决议建议川普总统下台 华邮和乔治梅森大学沙尔政策与政府学院合作的民调发现 乌克兰电话门事件爆发后赞成和反对弹劾川普的比例 从过去的37%对41%之比变为58%对38% 49%的选民认为众议院应该进一步采取弹劾行动 迫使川普离开白宫 从党派属性分析 超过8成民主党员主张弹劾川普 要国会赶他下台的也将近8成 约7成共和党员不赞成弹劾他 但有几乎三成是赞成 也有五分之一赞成让他下台 英国伦敦政经学院8日发表声明 表示接获许多关切该校校有台湾蔡英文总统博士学位 及论文真假的询问 伦敦政经学院发表声明表示 我们可以明确的说 本校与伦敦大学的记录证实 蔡博士确实于1984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当时所有的学位均有伦敦大学授予 论文也理应先送至伦敦大学的总图书馆 台湾总统府日前举行记者会 强调蔡英文的博士论文有完成程序 但时隔35-36年后发现论文执本遗失 责任不在学生 但伦敦政经学院的声明并未说明 当年蔡英文论文原件的下落 也没有提及遗失的过程几原因 声明中说 蔡博士近期提供一份一模一样的论文私人藤本 给伦敦政经学院图书馆 且可顾人们在图书馆的阅览室参阅 美国珠宝视频迪弗尼一张由中国名模孙非非拍摄 手遮单眼的广告照片 遭到中国消费者指控支持香港反送中运动 中国消费者表示 迪弗尼在敏感时刻发表这张照片是考虑不周 一名中国网友在微博写道 我不容许我的国家受到任何的诽谤或侵犯 迪弗尼今年3-6月在中国的销售额成长超过25% 反观同期迪弗尼的全球销售额萎缩3% 事发后迪弗尼发言人表示 这张广告照片是在香港反送中抗争爆发前的5月拍摄 绝无表达任何政治声明的意图 并表示这张照片可能被如此解读 令我们感到遗憾 因而已将它从我们的数位和社群媒体管道移除 并将即刻起停止继续使用 香港警方9日公布 继盟命法5日搬行至今 警方已涉嫌违法供拘捕77人 而香港民意研究所在5日至7日期间所做的最新民调 反对禁农面法受访者近7成 特首林郑月娥的名望也在创新低 八成市民要她下台 另据《明报》报道 最新民调显示 林郑的名望评分为22.3 近支持率为-65% 是林郑上任后新低 八成受访市民反对林郑出任特首 仅一成半的受访市民支持 2017年美国政府推出的全球入境计划 为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入境打开便捷之门 然而家住南加州亚盖迪亚市的陈女士 就因回美时为亲友携带了违规物品 全球入境身份遭到撤销 为了入境还免不了进小黑窝眼察 回不当初 回台湾探亲 又去了大陆亲友家旅游的陈女士 在回美时 行李中托运了蛋黄食品 并因在美国的孙子喜欢吃肉松和肉干 还买了一些肉类零食 没想到入境时在海关被工作人员拦下 并被请进小黑屋问话 前后四个多小时 不仅遭500元的罚款 全球入境身份也被撤销 不能前后四个大人 charge